欢迎一把走停歌小丑啊 走停歌又打到SE了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妈喜欢把我打扮的比较潮流一点 我妈还给我买过粉色的牛仔裤 如果说你的穿着 你的那个造型 能够让对吧 家长比较满意的 那何乐而不为呢 我也挺喜欢的 这把的话杂技大副教授加机球手 其实这个阵容打小丑满一般的 这个阵容打小丑只看一手机球手 只看一手机球手 教授大副 其实在碰到这边的小丑的时候 都是没有操作空间的 这边一颗球 走停歌这个句是拉得真丝滑呀 就他这个他这个掉头丝毫没有那种 就是就你感觉那种很很生硬的那种 就像碰到碰到的那种 非常轻松的 哎你跳火球我这边就直接一个掉头就过来了 好这边找到大副 可以啊 闷个薄命挺香的 这边片块板子绕过来 大副必吃一句 这个点为大副必吃一句 大家可以看到 就你玩几轮以后大副就不敢翻了 翻了就可能是个震慑 满血大副 谁给你翻 大副后面这块怀表 说实话也没什么太大用 小丑这边估计想要逼个怀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大副 他并不是特别想交这个怀表 因为交了说实话也没什么太大用 刚才这边小丑是有机会闪现过去的 然后呢一来呢 这个闪现过去 可能交大副就交不出这个怀表的 第二呢就闪现过去 万一摇出怀表你还得补剧 不如等一个剧 这边完成击倒以后 说实话穷者这把已经没得打了 就悬念只剩这一个 这一个的悬念有多少呢 我觉得大概只有5%的机会 大概只有5%的机会 拉剧过来 这里 击球手 击球手现在 在这边要卡半救 这个局只能卡半救 就球人那边选择卡死救 这个局没法打 他们只能卡半救 卡半救通过救手打架 来把这个局面盘活 现在的话 因为正面有一个 那个大副 是有一个击球手的 所以说呢 这边是选择过来追这个杂技 打一手 继续上挂 因为你大副不敢过来救吧 你大副上过挂的半血 救不了 你只能干嘛呢 击球手继续保 你击球手继续保 我这边把你救手打财了 打爆了 小手这边还是一个赢面 这么来 他选择把杂技击倒以后 吸引到这边救手的注意力 转而回头过来找这个大副 起一个蓄挂的节奏 这一手 说实话 我是有点没想到的 因为 这 你击倒了一个杂技 然后你也不确定 大副具体的一个位置的情况下 这一手剧万一拉过来 被狗住了 那边杂技摸起来状态不满 你再回头去 管这个杂技 杂技就起来了 起来你得再击倒一遍 你再击倒一遍 还有技术手来保 没法打呀 对吧 这个是一个比较堵的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呢 说实话 就只有是对自己排点足够自信 我觉得球者这边 选择不要这个大副也可以 要了这个大副 一个小丑来 有闪现的主要是 这边叫闪嘛 闪现直接起第一刀 接手飞轮加三颗球 有操作起来的可能性 但面对一个二阶小丑 特别是走停哥的小丑呢 这个操作起来的可能性 并不高 对吧 我说实话 以走停哥的剧 一波剧啊 晃掉你 这个点没法打了 这个点没法打了 晃掉你的飞轮 再晃掉你的球带你走 都算是他的常规操作 过来飞轮 好的 这边的话 一个飞轮 断掉这手推进器呢 如果说现在选择追教授 我觉得球者可能还有的打一打 再看密码机啊 主要看密码机 密码机的话 这边机子差的不多了 这边选择追教授 因为教授是个满血 反而我觉得刚才如果追机有手 击倒了 起上挂了 然后走停哥再打控场面会更大一点 但是他面前的是这个教授嘛 揪手离得比较远一点 他就会追这个教授 一刀 机子 机子管不住 这个机子管不住 因为杂技台机子是能修掉的 杂技这边去救人 走停哥这边的手里面的技能CD 但他们好像并不知道 红毯那边 走停哥这边选择不挂 因为有钻头 他也知道密码机没剩多少了 他这边还是过来打控场 找到 这边直接破掉这块板子 来死追这个机球手 死追这个机球手可以啊 就是你这边总得去打一个 那个把这教授摸起来吧 这教授是没有大银杖的 把你把这教授摸起来 摸起来我这边把机球手击倒了 他甚至是可以干扰到遗产机的 哇漂亮 两边不防多让 锯子的话下一个锯子三秒钟 球踩了吧 我觉得这个球不踩白不踩 这个球其实要踩的 我觉得 他这个球不踩 留到后面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呢 球者这边教授是没摸起来 摸起来以后呢 教授这边是没有危险的 那么杂技教授状态不满以后 他们即便是起心机子 我觉得都有可能把这个局盘活的 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机球手的球啊 全踩掉 对全踩掉 你机球手就是个白板 再拉锯 外面的密码机摸上了 三人开门站 你别说他三人开门站 有可能打平 还好这边把球全踩了 再去拐密码机的话 这边拉过军密码机直接点亮了 直接点亮 外面等于说是两个满血 小丑是没有挽留的 打一刀 还是中间这一波 说到底还是中间这波机 有手扛住的 他的飞轮断了一个锯 然后在那个窗口呢 又没有吃到一个锯 这边飞轮没能顶掉 小丑的话 手里面还剩下两个推进器 他这边应该是击倒以后 底牌切船 但是这边有个地窖 这个地窖的话 他可能还得挂 交闪吗 不交闪 不交闪那边门快开了 那得挂人吧 船的话门开了 完了 尴尬 鞋 中文字幕 李宗盛